上期在野外遇到一个家 本想下车关磨关磨 屋顶却出现了一个人 我行司不让看我就走吧 结果他还要赶尽杀绝 你天还发射火箭炮 于是我找了个角落治疗伤口 然后也掏出了火箭炮进行回击 只可惜弹药不够只能来这么一炮 但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经过几天的沉淀 我收集了一杯包的跳跳堂 今天高低要给他家掀过来 出发 OK这个位置挺不错 在进入地头蛇的家之前 得确保里面没人才行 半夜打僵尸的开车走了 又出来了一个人 OK 熬到了早上七八点 里面的人应该走完了 好家伙快冷死我了 遇到僵尸不能心急啊 一旦开枪我们就暴露了 所以这时候斧子就派上用场了 别傻着大嫂 我不傻你 不退下 搬着小曲儿连唱带跳的就来到了地头蛇家 我很机智没有出现在正门 因为他家背靠湖面 有许多掩体很适合隐藏 在岩石后面我静静待了两分钟 再一次确定了里面是没有动静的 那还怕什么 我直接横着走 先来观察一下这个家是什么构造 大正门肯定上了锁 所以从背面入手会更合适 外面这个单间放的一定是领地齐了 不过今天我的目标不是站家 而是拆家 我要拆 发生什么事了 我大意了啊 没有闪 豪志500区域复活 迅速回到案发现场 决定了 就在这儿给他开个口 OK 掏出探测器来个全面扫描 不过好像在院子里 埋雷的可能性不大呀 这家人真坏啊 一个屋子装了六扇门 就左边这扇没有上锁 但是你看 不光屋里有陷阱 门口也有 正常人不留意肯定就踩上去了 我没踩不是我不正常啊 是因为我已经踩过了 所以我决定不走正门了 逛了一圈看我发现了什么 就这个围墙缝隙特别大 进来后一蹲 我就到了房子下面了 OK到家了 进入房间后 硬树眼帘的是六个柜子 然后我就准备伸手了 结果一看 六把金锁 太夸张了吧 没事啊 没事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单间 上面写着 王哥拉姆冰儿 我这一瞧还是个昏房 门上靠了把铁锁 那就先从你入手了啊 哇去有电 不慌啊 戴上橡胶手套继续 开了 还有把 昏房先放着 来二楼看看 这还整了个厨房啊 我家冰儿可真能干 冰箱里有一些食物 应该是冰儿给我留的 不过我现在不饿 先放着吧 橱柜里是些锅碗瓢盆 没什么价值 在二楼还有三个床位 算上一楼的婚房 看来这个家目前有五个人 这里也有三个柜子 除了食物 其他的全是金锁 哎 头疼 箱子上也是金锁 那这个呢 三楼只有一个靶子 OK 勘察完毕 我决定先从王哥的婚房着手 原因也很简单 其他三个人都是打地铺的 只有王哥是豪华包奸 说明他是老大 屋里的宝贝肯定也不会差 在大门口买两颗地雷 这样有人回家我就能知道了 不爱 踩光突然就变好了 OK 进婚房看看 这门口还设了个陷阱 看看能不能毁掉 我还是搞快点吧 这是宾儿的衣柜 OK 不动 不动就不动 王哥的实力挺硬啊 枪柜上的枪都摆满了 右边有个没上锁的枪子 里面放了个垂直握把 呃 转了一圈 最终我把目光放在了这个柜子上 毕竟是王哥的柜子 里面的东西肯定不会差 靠了把金锁 开张 开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 一堆炸药 还有火箭炮 先换身衣服 再把里面的巴雷特拿出来 二楼的厨房有个包包 去拿来装货 好家伙 装四根TNT就塞不下了 嗯 有人回来了 小红车 是最后走的那个倒霉蛋 来得正好啊 把你背包寄来我用用 这大背包也不够用啊 看来想把这些东西 哎 怎么有烟了 走哎 走哎 哎 走哎 对 对 对吧 大哥 你没玩过CF啊 我这三机头加护目镜 你丢的烟不成框自己吗 看来是刚才炸死后复活的家伙 既然这样 就先把你的床拆了 还有人放炮 看来是援军到了 不慌啊 让我看看人在哪 不对 这是个僵尸 看到了 在树后面 哇去 还好这房子设计不错 不然我就没了呀 大巴 我看你有多少炮弹 反正我是用完了 看来他也没了 呦 你再露个头 我看看 调皮蛋 你躲藏起来 不意味着 我看不见你 回到老王这儿 再搬一次库团 用老王的炸弹 炸老王的家 这种感觉 真是 爽 爽 想装